嗨 我的名字叫郑宜仙 今天我给你们讲一讲 我是怎么在文革期间长大 很想当作家 最后却做了生物研究 做了24年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实际上非常幸运 虽然我们是在文革期间长大 但是我们没有 就是我们是在困难时期 活生的 所以我们没有真的经历过 挨饿的那种年代 虽然我们实际上 很多年长大的很多年 大家都很穷 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小孩在那个年代 实际上并不是很难的 特别是像我的这种生活经历 所以我觉得我长大的这个经历 说不定对我的整个发展 实际上有好的影响 当时学习并不重要 所以生活很简单 很轻松 老师也不会说我们学习不好 受到批评 然后也没有什么课外合动 没有什么安排的课外合动 所以每天都有很多时间自己去玩 我当时父母在重庆大学教书 重庆大学在重庆 在四川 所以我们都 我们家住在重大的校园里 重大的校园当时实际上 我觉得我的印象中很美 有好几个鱼池 学校用来养鱼给职工吃 然后有好多草地 有好多树林 学校的一边是面临了嘉林江边 我的家住的地方和我上学的地方 正好是在学校校园的两头 所以我每天都得穿过学校去上学 每天放学以后 因为有很多时间嘛 所以每天就跟小朋友们一起爬树 爬墙 爬石狮子 反正可以爬的东西都去爬 而且到草地上去捉虫子 到树林里去玩 我们很喜欢捉蝌蚪 捉完蝌蚪回来就放在瓶子里养 养大以后又把蝌蚪都放回去 放在草坪上 我小时候养过很多东西 养过兔子 养过鸡 还种过菜 把菜又卖给父母 挣点零花钱 那个生活实际上我觉得非常轻松愉快 但是到1977年文革结束以后 那种很轻松愉快的生活也结束了 当然这个整个文革结束 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对我们当然也是很好的事 特别是我们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还有两三年去密捕 没有学到的东西 而且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有机会上大学 只要你成绩好 你就可以上大学 而不是说看你出生好不好才能上 来决定你能不能上大学 突然间 学习成绩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我记得当时 每天学习都一下变得忙得不得了 要考试 要做家庭作业 多得很 每次考完试以后 每个人的成绩都放在墙上 每个人都知道你在班上的排名 当时的想法就是 这样就能鼓励学生 去更努力的去学习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那个班的学习 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班上的孩子都是从各个学校来的最好的孩子 你要学习好在那个班是非常难的 我本人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从来不喜欢那么很忙的那种学习生活 而且我当时突然发现有那么多新的小说可以看 因为当时开放以后就很多小说都可以读我 我所以经常把小说藏在书桌里 偷着看小说 而没有去做家庭作业 或者做那个老师 或者在学校做作业 但是我比较幸运 我还能为我维持了我在班上中等的成绩 而且考进了四川大学 然后虽然我父母对我从来没有很满意过 因为我不是班上最好的 也没有上最好的大学 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我太多的麻烦 因为我到底还是上了大学 我记得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我和我父母打了12个小时 跟他们争了12个小时 最后大家的一个 我和我父母同意的就是 好吧那我不去学工程 那是我父母想让我学的 我可以去学生物 所以我在川大学的学了四年生物 大学毕业以后 我又没有听父母的话 没有去继续生造 而去在西兰农业大学 找到了一个助教的位置 在那儿工作 我当时的想法是 我学习完了以后 每天的话可以有时间去写小说 但是一年以后我就发现 实际上我的写作水平 我的经历都很难让我能写出 我以前写出那小说 跟我以前读过的那小说 一样的感人 所以我因为那学校的那个地方 又很偏僻 所以我开始觉得很没意思 生活很没意思 那个时候父母就觉得 那个是一个好机会 让他们来再一次劝我 劝我帮我把那个放弃 我要做作家的梦 而去生造 去继续做科研 我爸爸跟我说 你如果真的想想些小说 那你应该去国外去生造 然后去 这样你再能看见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 是怎么生活的 也许几年以后你回来 就能有新的东西 你可以写 新的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你可以写 我当然对出去生造 搞生物研究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对出去看世界 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我就努力到了美国 进了美国的那个研究生院 然后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做生物 一直做到现在 我记得当时 刚到美国的时候 是那个遗传学的那个逻辑性 吸引我进入了 Dr. Burrell Oakley的实验室 在Burrell的实验室 我研究的是 维管和细胞分裂 那个研究生毕业以后 我去了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 在Dr. Bruce Alberts 和Dr. Tim Mitchison的实验室 继续做细胞分裂的研究 在他们的实验室 我学会了怎么用体外的重组 和生化提存的方式 来研究细胞分裂 我到现在已经研究细胞分裂 研究了24年 大概差不多5年前吧 我们在研究细胞分裂的 过程中间的 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发现 就鼓励我们在实验室 开始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这个新的研究方向 就是希望能知道 了解那个染色体 在细胞核里是怎么分布的 那个细胞骨架 像那个微管 微湿这样的细胞骨架 对染色体分布有没有影响 特别是在那个发育过程中 在那个病理的情况下 这个新的研究方向 对我们实际上非常难 因为我们要学很多技术 我们也没有很多知识 所以要重新去密补 经常我也是在想 我是不是犯了 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做新的东西 我应该 而是就是说 坚持做细胞分裂的研究 因为我对细胞分裂非常熟悉 做起来更容易一些 但是想来想去 我最后的结论都是 我这个性格是不可能 不去做一些新的东西的 这就是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做生物研究 因为它让我去探索新的东西 我觉得做生物研究 或者做所有的研究 都跟爬山一样 你可以找一条 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山路 这样你到山顶的可能性 你到山顶就会很快 而且的话 你也不会走什么弯路 但是如果你很想去 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你很想就是说探索 那你可以选择一条 大家不太走的路 在这条路上 你可能有密 你可能密室 但是你也可能发现奇迹 做科学研究的人的话 就有这个自由去选择 或者走一条大家都走的路 或者走一条大家走的少的路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间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的探索真的 让你发现了很新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 你是在这个世界上 最满足的最幸福的人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我最后一直做生物研究 做了这么多年 我最后一直做生物研究